美國授臺這個自走炮 有人質疑金額過高 可是只是單純一個自走炮嗎 我看除了四十門 這個帕拉丁式的一個自走炮之外 我看它整個配套裡頭 讓我們的一個對抗共軍 真的是如虎天映 而且某種程度是大躍進 來 你看到了什麼 好 我現在我想 在川普總統時代 就去賣給我們的所謂的 那個多管火箭 就是那個海馬斯多管火箭 為什麼要從這個講起來 在接到我們現在這個 那個帕拉丁式走炮 我在節目中提過 海馬斯多管火箭 對我們國家的意義非常重大 因為它把我們兩百公里射程的 這個罩門提到三百公里了 因為海馬斯上面有一型的 多管火箭 發射台上面有一型的火箭彈 叫ATMCMS 它的射程三百公里 三百公里可以讓我們從本島 打到對岸的陸地上 那這個是意義非常重大的 那接續了這個 海馬斯多管火箭之後 這一次那個 那個拜登總統 同意了我們那個 那個帕拉丁那個自走炮 109A6 那我說明一下 在這一次整個的購腕 到底結構怎麼樣 因為剛剛小俊你提到說 太貴嘛 是 有人質疑說太貴 對 我先講一下 這個購腕的結構怎麼樣 一般來講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海馬斯一樣 大家只看到海馬斯那個發射載台 其實發射載台上面的火箭彈也很重要 其實我們的購腕是含兩樣 好幾樣東西的 不是一樣 以這次阿拉丁自走炮來講的話 除了四次輛的阿拉丁自走炮的 車跟炮之外呢 事實上還有精準導引的套件 還有彈藥車 還有救濟車 跟我都會再說明的 所謂先進野戰炮兵戰術資料系統 它是一個幫手一套東西 那這套東西呢 貴有它的道理 但這個貴我要再說明一下 我先說明為什麼 為什麼這阿拉丁自走炮對我們這麼重要 阿拉丁自走炮對我們這麼重要 陸軍的武器裡面 最好的武器叫做木苗發射 什麼就我引一秒就可以打出去了 這樣才打得準嘛 但是炮兵很難木苗發射 太遠了 炮兵是什麼 是陸軍投射火力的一部分 所以很難木苗發射 那在以前的時候 我們在還沒有這個109A6之前 我們中華民國已經有A2跟A5 也不能木苗發射 那怎麼樣發射呢 炮兵就有一個前進指揮所 前面看目標在哪裡 然後把那資料呢 報給那個發射單元 說那個位置在哪個地方 他們就先試打一砲過去 砰 誤差多少 趕快爆回去 再砰 就這樣就沒辦法木苗發射 好 那現在這個A6 它厲害在哪個地方 它可以做木苗發射 就是我剛剛在這邊 我說我對於他在補充說明這個 先進野戰炮兵戰術資料系統 它這個自走炮上面 不但有所謂的GPS之外 還有什麼 有都普勒雷達 它可以看到目標 然後呢 看到目標之後呢 跟這個 先進野戰炮兵戰術系統 資料做整合 然後我就當我第一炮打出去之後 有誤差 我看到了我馬上調整 六十秒內第二炮就出去了 那以前的隔閡好幾分鐘 我還可以躲起來 現在六十秒就出去了 所以為什麼在外面又說 這個 M109A6自走炮 一門炮可以抵一個炮兵簾 就這樣子來的 這是它優質的地方 好 這麼優質的東西 大家來算了說 怎麼好像買貴了 所以這個陸軍司令就發了 三點的說明 對 我把這說明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大家說本案依防衛作戰系統 考量整體國防資源 我方向美方提出採購 四十門M109A6型 155公里自走炮 這個這個東西是美軍現役主力裝備 獲得可提升地面部隊應變機 火力支援效能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我方當初提的就是六十門 我不是媒體報導的一百多門 所以一高一低做了澄清 第二個要做澄清 根據美核安局晚上 所公布的金額是七點五億美金 他做了一個很仔細的說明 這七點五億美金是可供 可供受項目的上限額度 就是美金在這次這次軍售案裡面 我們最多只能買七點五億美金 這七點五億美金 換成臺幣多少錢呢 大概快兩百一十億不是嗎 就是這個價錢 他講一高他的所謂一高兩百零八 就是最多一百兩百一十億 所以其實我們並沒有超過那個上限 所以這邊就解釋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在美金的框架 就是美國國防部 當初給我們軍售的框架之下 購買的 那金額也沒有超過那個額度 所以並不是他這邊所說的這108輛 我們一開始就是40輛 然後這40輛就像前面講 他不是只有炮車 這種泡泡車 他還包含了炮彈等等等其他的東西 合起來的一個完整構案 所以陸軍市民在說明的時候就說 好這邊 這裡面包含工業合作 關鍵技術移轉 美方建議採購項目 其附屬裝備 後群資源等等 是整個整個一套東西的 所以沒有他所謂的一高一低 那這一有一沒有怎麼一回事呢 在我剛剛在前面提的時候 有提到說瑞典的飛龍彈 是我們買不到的 那是因為瑞典不賣給我們 那美國一定答應賣給我們這東西 所以他做了一個補救措施 什麼補救措施呢 1698個GPS進鎮導引 炮彈套件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是專家那個炮的最前端的 好我們剛剛講到說 木苗射擊是陸軍最喜歡的 因為我可以控制我的射擊 但是炮兵很難木苗射擊 那我剛剛講到說 因為剛剛提到了 右下角這個資料整合系統 讓109A6 可以做某種程度目標射擊 木苗射擊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 炮彈不是飛彈 飛彈可以導控 炮彈不能導控 炮彈打出去 最大的影響是氣候的影響 雨 風都會影響炮彈的精準度 所以剛剛那個PGK 就是做這精準導引的 kit 所以在這塊裡面也有 那這個東西經過 雖然我現在不在軍中 我相信經過我方 跟美方詳細溝通之後 雖然我們期望得到飛龍彈 但是經過美方的衡量 這個PGK呢 符合我們的需求 符合我們的作戰需求 所以美方給我們1698個 PGK的套件 再很完整的給我們 所以我這邊先做了一個解釋 就是配合了剛剛陸軍事務做的說明 其實並不是媒體報導的那個樣子 好 那接著我就講一下這個 109A6啊 它對我們的意義 就除了我剛剛講 為什麼要自走炮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包括了這一次 將近1700組 這個GPS的這個導引系統 因為整套看起來 讓我們在這個對抗共軍 整體的配備方面 裝備方面 就是某一種程度 是升級跟大躍進 對 沒錯 不過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以前在A5的時代的時候 A5跟A2時代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155公里的自走炮 A09A就是我們早就有了 為什麼要自走炮 自走炮講的是機動性 所有的載台啊 都要討論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火力 我剛剛已經解釋了火力了 它是155公里的榴彈炮 它射程大概到25到30公里 看環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它的機動性 一個載台的機動性不好 是不是 不管是在作戰運用上 就比較困擾 那這點是 因為為什麼需要這個自走炮 的原因在這邊 而且 A6的載台的這個機動性 已經遠提升 比A5已經遠遠提升了 遠遠提升了 第三個很重要叫做防腐力 防腐力 另外一個最重要叫做資料整合能力 那我剛剛提到那個資料整合能力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去年 2020年10月的時候 美軍做了一個驗證 用帕拉丁自走炮 打下巡弋飛彈 這個是美國整個 它這個先進野戰炮兵戰術資料整合系統 跟他們指管通信系統 做了一個整合 在指管通信系統裡面 真知道有巡弋飛彈來的時候 不是用飛彈攔截 是用帕拉丁自走炮去攔截的 這個代表什麼 如果發 我們充分 如果跟美國 合軍 美軍的合作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是 其實我們這個也可以攔截新衣飛彈 對我們整個整體防御來看 是很大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這A109 A6